好,來喔,各位,鵝鵝吃飼料了 好,我們訂的那個飼料呢 之前,因為平常林媽媽會給他們吃 吃了,老公在這裡,聽到這裡就來了 平常林媽媽會做那個鮮食給他們吃 但是呢,大部分平常的時候 林媽媽沒有準備就是吃這個 太久了,久久在旁邊 有吃飯的時候 吃飯的時候呢,我們久久就會開始吃飼料了 他已經準備好了 那養寶他們兩隻呢 其實就還好 他們兩個平常呢,這個時候呢 除非是鮮食,不然的話他們平常不會吃 為什麼,因為他們都是 晚上啊,要散步之前呢 他們就開始吃了 好,我們久久呢,已經準備好了 好,好,開動,開動,開動 來,現在呢,我們直播呢 就是我們久久的,久久的主場了 然後後面是阿嬤 我們阿嬤也有 阿嬤在做瑜伽呢 喔,這個 一個胖子呢,跟一個瑜伽老師 這畫面剛剛好 然後呢 不是只有久久他們有喔 那個,大大阿嬤那些貓咪呢也都有 然後通常都是這樣一份阿 我們這樣訂的話呢 就是 這樣 這樣一隻狗 一個月份呢 都已經好了 所以呢,他們一個月份的話 大概有兩箱 就是這樣 一箱大概是半個月 阿嬤在旁邊是怎樣 他們吃飯喔 他們兩隻呢,屁孩喔 吃飯平常是沒什麼那個的 但是我們久久 任何東西 你不管是飼料也好 或者是林媽媽的鮮食也好 久久呢,都是使命必達 好,哈哈 吃到東西送喔 好,阿嬤 阿嬤 阿嬤,多嬤你要play一下嗎 阿嬤 你們每次呢 只要那個 要散步呢 多嬤跟大大 才會兩隻搶著吃 但是久久都不一樣 久久是有自己原則的 有得吃就好了 阿嬤也有阿嬤 多嬤要去吃阿嬤的嗎 阿嬤 不可以阿 這是阿嬤的,多嬤你不能唱 因為多嬤會互死 阿嬤吃飯 多嬤走開 阿嬤,你去吃你的 你的在那邊 阿嬤也要吃嗎 跟久久一起吃好不好 阿嬤 我們在一眨眼的時間呢 久久,久久 退不了了 不管是吃任何飼料 或者是任何鮮食 都是吃豆菌的喔 你們兩個怎樣 現在沒靈感喔 沒feel 沒feel 沒鬆吃喔 都要散步 騙說要去散步 他們兩隻才會啃 阿嬤我們在言談之中呢 我們久久的飼料已經 大大要補了喔 喔好快喔 他們不吃才能不能吃 他們要散步還要吃 他們都散步了 還要消遣 阿平常呢 現在這個時間呢 你叫他們吃飼料 他們是不會吃的 但是呢 你只要拿著機車鑰匙 機車鑰匙 比如說 散步 撲撲撲 大大 不要吃一吃 不要吃 快點喔 你看你看 拿鑰匙 大大就開始吃了 有沒有 你只要拿 拿車鑰匙呢 大大多多就會開始吃了 快 我都要散步 一直吃 哈哈哈 為什麼呢 我們都 我們都覺得呢 可能是他們兩隻 他們兩隻喔 覺得 出去會怕會餓死喔 趕快吃 多吃幾口 哈哈 哈哈 啊 有啊 要驚人說明天才比較想 阿嬤跳上去囉 阿嬤要上去吃飯了 好 現在是剛好是連環泡的晚餐時間喔 阿嬌嬌你這樣 阿嬌嬌 哈哈 一瞬間 阿嬌吃完了 阿嬌吃完了 阿嬌大 阿嬌大 阿嬌在趕進度喔 阿嬌大 阿嬌沒有了 阿嬌大在趕進度了 阿嬌不吃了 阿嬌不吃了 阿嬌爽好 好 那我們 看一下 就 阿嬌 這樣一包就是 一包就是一份阿 阿嬤 你舅舅一定吃一天的份了 你現在不能再吃了 好不好 大大一點脾掉 喔 吃完了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阿嬌咧 阿嬌你的 阿嬌這裡 吃飯吧 阿嬌要不要吃 阿嬌要不要吃 要不要吃 要吃飯 要吃飯 而且我們家的那個貓咪也很奇怪喔 他們呢 只吃這個定做的飼料 他們平常的那個 平常的那個貓飼料 我們其他牌都不吃 然後他的貓咪的這個呢 變得很酷 這個一定要幫他們介紹一下 這個喔 這是 你看 他上面還有 還有他們的資料 還有阿嬌有的 寵物阿嬌 阿嬌 嗜祖的名字 然後 然後呢 他打開呢 他裡面有他的所有的內容 然後重點是 他這個 他們貓咪的飼料呢 他還做成貓屋 所以你可以把它 這樣 裝起來以後呢 這邊有一個洞 這邊有洞喔 你把它戳開 他就變成是 貓咪呢 可以在裡面玩的那個紙箱 喔 設計蠻酷的 喔 這個一定要幫他們推薦一下 很酷喔 這是你為你家要養貓咪呢 可以 可以定做這個 這個很酷喔 大大還吃喔 大大哇 在言談之中 阿嬌都沒有吃耶 阿嬌想吃 但是多多在下面看 哈哈 不是那個阿醜 他叫阿嬌 你們有看到嗎 他的名字叫阿麥 阿麥 然後還有阿水 就是這樣子 好啦 阿大大 你還要吃嗎 阿 阿祖祖你還倒一塊給他 哈哈哈 阿多多你怎麼不吃 阿多多怎麼不吃 阿 這個 這個飼料是我們之前 之前我一直在推薦的一間飼料 我看一下他叫 他們叫 培心 培心寵糧 我等一下呢 直播結束我再附上網址給各位 其實呢 我個人蠻推薦的 因為他們就是你把你的狗狗的資料給他 然後呢 他們就會為你的狗狗呢 量身訂做他的事 像九九呢 就太胖 所以九九的飼料 他就會給他量多 但是熱量非常低 所以他吃得飽 又不會胖 所以呢 他們會針對每一隻狗狗的狀況 你也可以給他們看說 阿你的狗狗呢 關節不好 什麼不好 他們就會幫你調 專屬狗狗的那個飼料 而且呢 每天都 他每一包都幫你 用氮氣這樣填充包好 所以呢 你不會有那種飼料呢 潮濕的問題 所以呢 我覺得蠻方便的 哈哈 然後 重點是 他都幫你調配好 就是獸醫呢 會依你的狗狗的重量 體重呢 體型身型呢 來幫你配飼料 像他們九九他們這樣子 他們這樣 這樣剛好 獸醫師都幫你配好了 一天一包 你也不會說 多或少 其實很方便 然後 大大那是多多的 你們兩個感情好到一起吃 感情好到一起吃了 哈哈 這個直播結束 我再附上那個 那個連結給你 這個是多多的 因為多多剛剛都沒吃 啊 啊 多多不吃齁 哈哈 大大你吃肉 大大你不能再吃了 這是多多的 換多多吃了 好吃好吃 然後旁邊有一個怨念 一直覺得 有一個臉 原來是舅舅 怎麼 吃不夠飽 你 你不能再吃了 你知道嗎 你燙肚子啊 這個讓多多吃就好 我們多多 多多後來居上 開始準備要吃了 那吹冷氣 吹冷氣 吃飽要吹冷氣 啊 多多你慢慢吃啊 好 好 那我們現在今天的晚餐直播就到這邊 讓我們多多慢慢的把它吃完 那等一下那個貓咪應該玩一玩回來呢 就要回來吃晚飯了 OK 大家看了也記得去吃晚飯 那我等一下直播結束 我把那個 我蠻推薦的這間裴心寵糧 的那個 網址再留給大家 如果大家有興趣呢 可以為你家的動物量身訂做 你們自己的 寵物飼料 OK 好啦 掰掰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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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對啦 你這樣吃那個治療齁 吃最快要去喝水啦